太空人击败红瓦庆祝晋级 美联社分享 红瓦两大王牌压不住阵脚 布莱格曼 Alex Brackman 棒打赛尔 Chris Sell 敲出追平炮 瑞迪克 Josh Reddick 则从终结者金布洛尔 Craig Kimbrough 手中敲回胜利打点 太空人5比4击败红瓦 以三胜一败晋级美联冠赛 我们拿下来了 太空人总教练心虚 A.J.Hinch 表示 我们打了个很棒的系列赛 过去几场比赛有不少情绪 但我们成为第一支晋级的球队 这点令人自豪 两队新发投手都提早下场 太空人魔盾 Charlie Morton 4 一局被敲7安失两分 标出六次三阵 而红瓦波瑟罗 Rick Porcello 则是三局被敲5安 同样十两分 首名打者布莱格曼敲出阳春炮 盖提斯 Eva N.Gatis 又敲出安打 塞尔在取得两人出局后下场 金布洛尔提早上场却出现爆头 保送 让瑞迪克敲回超前分 塞尔投四 二局十两分 承担败头 九局上太空人老将贝尔川 Colos Veltro 以代打二类安打 将比数拉开到两分差 也是关键 因九局下红瓦 参鸟迪佛斯 Rawfero Devious 敲出直级绿色怪物的飞球 足外野手未能接补 球还反弹到中外野 形成场内全雷打 但红瓦接下来未再得分 以一分直查通贷出局 红瓦出局 难掩失望 美联社 分享